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 做网站的小细节 容易忽视的小细节 那就是网站的图标 这个图标 在页面上基本上看不到 但是它在浏览器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用的主流浏览器 都能显示这个 网站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是怎么上去的呢 大家往后看 一定能学得会 这个网站图标 不光是Wordpress网站才有 所有的网站都具备 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加的 如果不加这个图标 那里会显示一个空白 加上这个图标 网站感觉上更完美 如果没有这个图标 感觉有点残缺 我们分两块来介绍 一个是如何来制作这种图标 另外如何来上传 安装这种图标 这种图标的尺寸 非常小 16x16像素 有的是32x32像素 先把它的底抠掉 变成一个透明图片 然后再裁切 裁切成正方形 因为这个图片的面积 非常的小 顶多放一个图标 或者是一个字符 透明的图片 保存成PNG格式 有的Wordpress主题 它用的是PNG图片 有的主题用的是图标的格式 ICU格式 PNG的图片 可以转换成ICU的格式 有很多这种转换工具 而且都是在线的 说明下 PNG格式的图片支持透明 输出时最好选择高质量输出 在百度上搜索 在线ICU-N 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在线生成ICU的工具网站 根据提示 上传制作好的PNG图片 然后下载 对应分辨率的ICU格式的文件 保存到本地后 最好把它改一个 短一点名字的ICU名称 不要使用中文 接下来介绍 把它安装到网站里 先以Avada主题为例 在Avada的主题选项里 在选项菜单 有一个logo 里面有一个紫菜单 Fivicon 在这里上传16x16像素的图片 Avada主题 支持的是图片 而不是ICU格式的图标 前台刷新 可以看到新的图标 已经上去了 接下来我们看 B主题的安装方法 是在B主题选项里 第一个全局 里面的第一个常规 拉到最底部 有一个icon B主题支持的是 ICU格式的图标 分辨率是32x32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newspaper主题 在newspaper的主题选项里 第一项 hider 找到有一项叫做 logo和Fivicon newspaper主题 支持的是 PNG格式的图片 而不是ICU的图标 我们再看RT-SIM RT18主题 在RT18的主题选项里 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这个图标 它支持的是 ICU格式的文件 这节的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